谢谢大家 这是 加点墨 要这个 太红了 所以要加点墨,这是没有加墨的,这是加过墨的 然后颜色是有点区别的 颜色不要太浓太厚 多大点水,然后把笔洗一下 挖一挂,然后笔键条,这个则是加墨 这方 把这个中间的删,因为这个是已经是喷过水的 所以它不会有笔痕 燃的时候尽量 把这个线能流出来 尽量流出来 好,注意了 这个是到这个边 不要给它燃印出去了 所以到这里就暂时不用燃了 这是山,前面的山后面的山 前面山比后面的山要稍稍 往下一点 往下一点 要准备一张纸 防止它这个渗出去了 我们要用个纸把它卸掉 好,把后面这个山全部都用这个指示 燃一燃 这山比它长一点,就够了 好,然后 还有这个笔 有点点紫实的笔 就要花青 还有点点墨,淡墨 画一下 还是用这个笔键调颜色 如果你是 这个笔后面如果有颜色 你可以调一点点清水 在后面用这个笔 在后面稍稍 挤一下 把前面的颜色挤出来 这个笔键调颜色 现在 前面颜色是 是重一点的 后面会淡一点 笔键调花青 加墨 然后 在云雾这个地方可以画 这个地方随口这里不要画 放置它 颜色渗出去了 但是这里可以 三前 三后 这里稍稍点一下 它 这个水口暂时不画 空出来 下面这个云 一千条颜色 和我们 用目搞云的画法是一样的 和上面记起来 一千条颜色 一千条颜色 就是这个空要留出来 下面 因为这是用笔键条颜色 所以说笔的画出来的时候 他前后还有一些色的浓淡变化 还可以沾点水 把它再加一加 这是沾的清水 这是沾的清水 看什么 这下次再加上笔键 还是比较逼的 这次更加上笔键 它可以这样做 参成真一步 科美的山头 然后,发青加膜 往下接燃 这里画法和这个下面是一样的 车峰 从上面举起来 我们的远山 就用这个花青加膜,帮它染一染 把这个车峙加膜这一股山空出来 就是一个前一个后 就是云 流出来 一直画到这个水壳 你要留一点空 这些空 不能填掉了 这些空 流出来 这里空 这里空 还是这边 花青加膜 把后面的山 再染一下 再染一下 都 Russell 放下水 这边 怎么也有 这边 能不能塞 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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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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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